专家警告 习近平露出强烈信号 不相信他将是愚蠢的做法 习近平国师披露中共陷入第四大陷阱 蔡英文亮相纽约晚宴 美国正要出席 意大利媒体编辑发声明打响反对中共渗透的第一枪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闻 今天是3月20号星期四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俄罗斯发出越来越强烈的核威胁 与此同时 由于中俄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 专家们警告 俄乌战争可能与台海战争联动 普京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 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宣布准备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 这是自苏联解体至今 俄罗斯第一次在境外部署核武器 直接威胁到和白俄罗斯接壤的波兰 以及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他们都是北约成员国 俄乌战争演变成为了俄国与西方的核武大战的可能性 似乎在不断的升高 3月29日 一方面白宫官员宣布 美国已经通知俄罗斯停止交换战术和力量的数据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展开演习 并且在西伯利亚部署了亚尔斯洲际核导弹发射装置 俄国国防部没有说明这场军事演习将持续多久 俄罗斯副外长利亚伯科夫告诉官媒 俄罗斯将不再就任何导弹试射事先通知美国 自从冷战时期 莫斯科和华盛顿就开始了针对导弹试射事先交换通知 目的是避免误会 引发军事冲突 现在俄罗斯撤掉了这个防护栏 观察人士认为这是普京 眼看着俄军在乌克兰无法取胜 无奈之下只能靠不断地拉高核威胁来恐吓西方 不过 中共作为俄罗斯的同盟 最近也针对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 在台湾不断地升高紧张局势 中俄轴心同时踩油门加速 就让国际局势陷入了危机移出激发的状态 约瑟夫·博斯科曾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 他近日在国会山报撰文指出 习近平不只是考虑入侵台湾 他还明白攻台意味着向美国宣战 中美战争的火苗已经被习近平点燃 美国必须积极地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个威胁 博斯科提到1930年二战的前夜 切特勒和莫索里尼曾经多次会晤 这和习近平、普京的一系列互访非常相似 特别是中俄也是意图挑战西方设立的国际秩序 因为这个秩序是提倡民主和人权的秩序 而这恰好也是极权主义最害怕的 博斯科说 俄军每天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中共同样犯下类似的罪行 甚至被川普和拜登政府定性为犯有种族灭绝罪行 在援助普京的同时 习近平其实也让世界警醒 让世人意识到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 博斯科认为 随着俄罗斯闪电战的失败 习近平对俄乌战争战略预期也发生了变化 普京最新的军事部署不再追求迅速取得胜利 而是主要针对平民和重要的基础设施 希望通过大量的伤亡削弱乌克兰的意志 更要削弱拜登政府和西方的决心 随着武器和弹药库存消耗速度越来越快 西方政府开始表现出厌战的迹象 而习近平似乎有意让普京继续这场战争 无论有多少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 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习近平认为 也许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内 当中国决定对台湾出手的时候 西方的实力将已经被削弱 博斯科提醒 面对中俄对世界的威胁 美国必须挺身而出 除了更积极的和北约一起支援乌克兰之外 博斯科提出 拜登政府应对中俄双重挑战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要摒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 并且明确的承诺保卫台湾 必须让中共明白 入侵台湾将意味着与美国开战 否则美国或将被中共的野心吞噬 巧合的是 刚刚出版的美国外交事务期刊 刊登有《华盛顿邮报》驻经记者攀文 及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联名撰写的文章 指习近平正为战争做准备 两位作者强调 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期间四次提出 为开战做好准备 加上中共军费大幅度的提高 并且加速有关战争的立法 在沿海城市建造防空洞 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新建国防动员办公室 作者认为 如果习近平说自己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不相信他的话将是愚蠢的做法 中国经济危机日益凸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国际实务研究院院长 郑永年被称为习近平的智囊 他近日警告说 中国已经走入了中等技术陷阱 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 郑永年3月26日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年年会时表示 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技术横利 消耗殆尽的边缘 正面临着中等技术陷阱 郑永年解释道 所谓的中等技术陷阱 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 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 短期内确实能够让经济迅速的成长 可是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 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 仅将较为次要的技术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意味着一旦次要技术转移的红利 被收割完毕之后 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 又不能成功的打开技术赶超空间的话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郑永年说 想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必须创立大批 能够从事基础科研的大学与机构 第二个是必须有大批 能够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 国有或民营企业与机构 第三个是必须拥有支撑基础科研 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体系 郑永年还透露了一些细节 包括他有一次跟浙江省商务代表团 去西北谋省访问 发现两个省之间的谈判 甚至比两个国家的谈判都要困难 遇到了许多行政阻隔 专家学者过去曾提到 中共政权危机陷入了塔西托陷阱 中美关系陷入了修西比德陷阱 及中国社会调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郑永年再跳出来警告 中共正在面临第四大陷阱 恐怕和另外三大陷阱一样难以跨越 这引发了外界热烈的讨论 蔡英文总统当地时间3月29日下午 趁专机抵达纽约 展开过境外交 当天晚上出席了当地侨胞举办的晚宴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当晚有近700名台湾侨胞 在晚宴现场迎接蔡英文 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 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也共同与会 蔡英文在致辞时说 站在世界民主阵线的第一线 台湾人越团结 台湾就会越安全 台湾越安全 世界越安全 我们会和所有民主伙伴携手合作 继续坚定地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相信海外相亲 都是支持台湾走向世界最温暖 最强大 最坚定的后盾 莫菲说 她和太太去过台湾很多次 新泽西州和台湾过往就有所交流 也共享文化和梦想 新泽西州拥有多元的族群 有很多人种和文化 其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台湾餐厅 今晚与蔡英文同台 双方会维持友谊 强化伙伴关系 蔡英文接下来会依序访问 瓜地马拉、贝里斯这两个友邦 返回过境洛杉矶 期间将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 全城共10天9夜 定于4月7日反抵台湾 综合台湾中央社意大利已报的报道 26日意大利财经媒体24小时太阳报 发行周日特刊 报道焦点中国 但是标题和长达四页的内容 引发了该报编辑委员会的不满 认为这纯粹是为了吸引到中国投资的宣传 并且发布新闻稿抗议 根据报道焦点新闻的内容包括 2022年中国的GDP闯历史新高 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仍然是重中之重等等 与中共大外宣的口径一致 针对这样的内容 24小时太阳报的编委会表示 他们曾向该报要求 刊物出版之前都要进行事前的编审 以便来得及修改相关的内容 但是这个要求被明显的忽视了 所以编委会在与公司沟通未果的情况之下 禁止发布抗议声明 也为中共渗透意大利媒体开响了第一枪 编委会在声明中强调 反对中共的政治宣传 把缺乏民主基本要素的国家 放在报章版面上不合适 不是有钱就可以买版面的 声明还指出 这种独裁行径会是多元化 言论自由 尊重 受到侵蚀和伤害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两天 美国立法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待遇 这把中共弄得就像是被劫匪绑住了手脚挠割着窝 真是哭笑不得 曾几何时 感应超美 大国崛起 伟大胜利 从胜利走向胜利 厉害了我的国的鼓吹 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所以说这是张维为的胜利 是陈平的胜利 是范永鹏的胜利 更是金灿荣的胜利 是中国研究院的胜利 也是复旦大学的胜利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他们常年累月奋斗不止 已经付出了无数的努力 在这一个机灵 惊醒伟大中国梦实现的时刻 怎么能少得了这些网友们的祝福呢 网友说 恭喜啊 狂吓 世界上出现了一个老百姓生活最贫困 贪官最多的独裁发达国家 中共国人总算是站起来了 大陆6亿人 终于从收入不满1000元 一下子变成了发达国家了 太伟大了 太厉害了 太幸福了 太羊驼了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还记得小丑金灿荣惊人的语录吗 民主是毒药 是邪教 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 共赢就是共产党赢 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现在我们蹲下来都比日本高了 没有办法韬光养晦了 再讲韬光养晦就是自欺欺人了 20年后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外国 不知道如今金灿荣会不会因为中国成为发达国家 而获得党国特别鼓吹大奖 但是金灿荣说的20年后的预言是提早实现了 只不过如今世界上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 另一个是抗中国 对于今天的话题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在此向您报告 静一说事更新了《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节目 欢迎您前去观看 点赞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